好,我们来看第十八课的读经二十六到二十八三节内容,先来听一次 第十八课,读经一百八十六页,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 第十八课,读经一百八十八节 第十八课,读经一百八十八节 好,我们来看第十六,说 不解释了 好了,第一次出现一个所谓鼓励式 让我们来做一件事,所谓的let us或者lets lets 身为鼓励式,那么之前我们学到更多的时候是一个所谓祈愿式 所谓祈愿式,也就是那个也议 有时候呢也出现了比如说你们要增加要繁殖之类的所谓这个命令式 那这里来一个,让我们来造 让我们来造 后面那个词其实你熟悉,叫asa 前面的一个na,让我们 让我们造,造什么? Adam 造人,让我们的来造人 以什么形式来造人 来,betalmenu betalmenu 先学习一个词形象,叫做terem terem,bet,按照 然后terem,谁的terem enu 我们的一个 人称词为的enu 我们的形象 以我们的形象 另外一点你也可以学一学他怎么样把一个terem 双色够的名词变成一个带有词尾的形式 那么我会发现第一个色够 terem的第一个色够变成一个patach 一个短a 第二个色够直接变成了 shiva 副发音的shiva 所以teremu teremu betalmenu 按我们的形象 继续 kidemutainu kidemutainu 那么 先学一个样式 样式 叫做dmut dmut kidemutainu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个k 我们的kblami 那四个家伙是吧 k 然后根据我们之前的那个规则要求 那么不能够两个同时出现 那怎么办 把第一个变成hirek kidemutainu 像什么什么 像我们的样式 kidemutainu 后面的enu跟这边的enu一样 小心啊 不是enu啊 中音不在nu头上 中音在a的头上 kidemutainu 变成叙述式的时候 或者这里不是叙述式 这里是个延续式 变成连续式的时候 那么 把后面的那个a去掉 带上 所谓的人称词位 愿他们 这是一个祈愿式 这是一个 祈愿式 然后 愿他们能够怎么样 能够管理 管理 vidgat v v 来自于我们的kb 那个b b 于是管理这个词后面也是要有一个借词b的 然后是dgat d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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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上去是一个阴性版的鱼 然后作为阴性版的话呢 可以做一个集合名词用 也就是各类鱼 各类鱼 各类鱼 所以然后我们这里的dgat dgat dgat 我们也可以来复习一下 我们是怎么把一个dgat 变成它的附属型呢 dgat 那么前一个长a 变成 学霸 缩短 d 然后gat 后面本来有个这个东西 本来有个这个东西 把它变成at 把它变成at 所以最终变成了dgat dg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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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over 然后是那些 这里有个哈 的一个联合 或者说合在一块的版本 处类 接着学我们上次学过的那些 名字 牲畜怎么说 叫伯海马 接下来 还有什么 还要管理 全地整个地 然后 整个地 接下来 并且还要管理什么 然后是 这里的 是一个分词 我们说了分词可以拿来当形容词用 爬着的 爬行的 然后这里有个哈哈的结构更是说明了 这个东西是来所谓修饰的 爬行者的 在哪爬行 在哪地之上 这个就不多 啰嗦了 往后走 说什么 还有眼熟是吧 我们的 创造那个词又来了 创造什么 创造了那人 接下来 以谁的形式 之前是以我们的形式 是吧 这位是 以他的形象 以他的形象 然后进一步的说明 以什么形象 又是一个双色钩的名词 那么它变成 附属型的时候 并没有发生多少的改变 仍然是这么写 以谁的形象 以神的形象 他创造了 你看 这两个可以连在一块记 是吧 原形加装 他创造了 然后变成叙述是 兵格的他 来自于我们的 这个直冰标记 加上了人生刺猬的情况 然后直冰标记 加人生刺猬 大多数时候都会要把A变成一个O Otto Otto 创造他 往往都 Zahar Unekeva Baha Otam 不光是创造了一个他 不光是创造了一个他 这里他代表的是人类 然后有男有女 我们看男怎么说 Zahar Zahar Unekeva 女的叫 Nekeva Nekeva 非常硬的两个名词 Baha 他创造 Otam Otam 创造 Tamen 你也可以把这里的这种 兵格的情况 把它写写 比如 Otto 这里的 Otam 一个是阳性的 负数的 Otam Otam 然后叫做 第二十八 说 Wa yevahech Wa yevahech Otam Elohim 说什么 Wa yevahech 我们今天有学过啊 赐福第二次出现 Baha Baha 然后他不是我们的卡干 他是一个皮干 P-L 那么 于是他赐福了 去赐福谁 Otam 刚才学过了 赐福兵格 然后他们 谁 Elohim 说 于是神就赐福了他们 Wa yevahech Lahem Elohim 然后神就对他们说 然后谁就对他们说 一般来说 我们这里说赐福 都不会直接 接出他赐福的内容 所谓的直接英语 而是还要再加一个说道 还要再加一个 于是怎么这么说 或者说道 Lahem Lahem 我们在第二课 还是第几课的时候 就学过的事 对他们 对他们 一个借词 再加上了一个人称的词位 对他们说 Lahem Elohim 神 于是神就对他们说 说什么 P-L U-R-V-U-M-L-U- E-T-H-A-H-E-T 听到什么声音 有点熟 对吧 他之前说那些 海里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 对吧 你要 繁殖 P-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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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式 是吧 我们的这一个 本次的经文里面就出现了 出现了所谓 祈愿式 出现了之前的古力式 还有这里的命令式 三种式 请你把它稍微留意一下 填满 那个填满那地 然后是 然后来看看这里说什么 那来自于我们的 kavash征服 并且这里又是一个连 连的话那么就连续式 连续式到哪去 连续式连到前面的动词 连续动词都是一堆的 一堆的命令式 所以这里也是一个 说 你们要 你们要征服 他 这个地方有点麻烦 有点麻烦 你们要的你们在哪呢 那个你们在哪 那个你们在后面那个屋 不过那个屋因为有了后面的 哈之后那个屋写了个短板的屋 在这 本来应该有一个长屋 本来是这个样子 这个长屋被缩短 变成了一个短板的屋 短板的屋 然后是 一个哈 修哈 修哈 他并不中毒 这个哈呢就有点像是 我们之前的这个家伙 第三人称单数的 阴性的那一个人称后缀 人称后缀那个阿 那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他并不中毒 所以你现在又有了两个版本 如果你写的是这个版本 那么这个是中毒的 如果你写的是这个版本 这个版本并不中毒 所以前面的屋那里去中毒他 然后说 你们要征服 然后他 接下来 屋和度 这就非常明显吧 后面的就是个长版的屋了 在这儿 屋和度 那么一样 后面是一个阿 然后阿去掉 带上人称的词尾 并且你们要管理 并且你们要管理 这都是我们刚才学过东西了 V来自于 然后那个东西 中间的 管理什么 海里的鱼类 然后是 天空中的飞类 以及 Uvahol Haya Hromeset Al Ha Achitz 以及那些 来了 爬着的 爬着的 然后这一次呢 因为是Haya 这是一个 阴性的词 所以这个地方 爬着的这个分词 也是一个阴性的形式 Hromeset 那爬着的活物 那爬着的活物 在哪爬着呢 Achitz 在那地上爬着的那些活物 好了 下一节我们就说到这么多 下一次我们来看第19课的读经 下次再见 拜拜